最近有一档非常火爆的节目 真人秀变心记 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看 这一期变心记的主角是白富美 白富美今年15岁 稚嫩的容颜却被披着一份大人的成熟 没错 她正处于叛逆期 在学校她不好好学习 经常欺负同学们 而在校外 她就和一群社会小青年混在一起 父母拿她没办法 只好送到了变心记节目组 送过去几天后 白富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节目组将白富美安排到了农村一个家庭 她很快适应了这样的生活环境 每天干农活 喂猪养鸡 还帮老奶奶洗床单 白富美变得非常听话懂事 也改掉了身上所有的坏毛病 晚上喝着简单的白粥 她也会称赞真香 与此同时 小凡的父母正在收看白富美这一期的节目 看到白富美的变化后 父亲就心动了 她想把儿子小凡也送过去 因为小凡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但母亲似乎有些不放心 毕竟小凡从小就没有吃过苦头 这时小凡回来了 小凡嬉皮笑脸的说 年花钱用完了 让父母拿一万块出来 母亲非常着急 摸着小凡的头说道 刚给的年花钱就用完了 你干什么去了 小凡一把将母亲给推开了 想摸什么呢 没看到我头发刚做的吗 见小凡这副态度 父亲气炸了 上来就叫小凡暴揍了一顿 最后小凡一气之下 离家出走了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 母亲也就妥协了 只好听从丈夫的建议 送去变心计改造一番呢 随后父亲就联系上了小凡 说给小凡报了一个真人秀节目 如果小凡愿意参加的话 就给小凡三万块的零花钱 小凡想都没想直接同意了 因为小凡觉得一个真人秀节目而已 能有什么幺蛾子 说不定道生火了 还能摇身变网红呢 画面一转 小凡的真人秀节目开播了 父母非常激动 守在电视机面前 想看看小凡到底有没有变化 结果小凡的表现出乎意料 她的造型换了 穿着十分朴素 而且头发颜色也染回来了 更重要的是 她居然在剪牛粪 那么臭那么脏的东西 小凡一点抵出情绪都没有 没一会儿就剪了一挪框 不仅如此 小凡变得非常有爱心 村里发水了 小朋友无法过河 小凡就背着他们过河 而且小凡还给他们表演才艺 带着他们烤红薯 最后小凡还对着镜头 表达了自己曾经是个叛逆少年 经常惹父母生气 所以非常对不起他们 看到这里 小凡父母的眼泪 刷了一声 掉了下来 然后母亲就觉得 小凡被改造的差不多了 可以联系节目组 去接他回来 父亲急忙点头 没问题 接着镜头来到一个 神秘的仓库里 小凡从噩梦中惊醒了过来 咦这是哪 我怎么睡着了 小凡环顾四周 发现周围躺着和自己 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们 其中就与上一期节目的主角 白富美 她不应该被父母接回家了吗 为什么还躺在这里呢 这时小凡突然想起来了 到达节目组的时候 节目组就送过来一杯饮料 当时小凡喝了一口 觉得很难喝 于是偷偷来到厕所吐掉了 所以说自己躺在这里昏睡 可能和那杯饮料有关 就在小凡想着要不要逃出去的时候 外面突然进来了两个工作人员 小凡见状急忙又躺了回去 工作人员进来就开始清点人数 清点完毕后 他们就打算将点过名的人推出去销毁 听到销毁两个字 小凡惊出了一声冷汗 什么情况 这两个也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吗 于是小凡自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甩棍 轻松解决掉了两个工作人员 没错小凡平时经常和小混混斗殴 所以身上总藏着武器 换上工作人员的衣服后 小凡就溜了出去 来到外面后 小凡发现这个是个实验室 因为这里摆放着各种仪器 还有一大批科学家正捣鼓着什么东西 经过一番观察 小凡总算是搞明白了 他们在研究克农人 看到仪器里泡着一个个人类 小凡吓坏了 想要逃离这里 然而这里太大了 小凡兜兜转转好半天 还是没有找到出口 就在这时 小凡看到一个牌子 上面显着演播现场 闲人免禁 小凡很好奇 就推开这扇门 然后就看到了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正在拍摄变心计 一个小伙子 伤心地坐在绿木面前 向父母道歉 说自己错了 之前不该那样殴打父亲的 结果导演喊停了 说小伙子演得不够好 看起来很假 与此同时 旁边还有几组 帕米青年也在拍摄相似的桥段 这一刻 小凡全明白了 真人秀变心计 全是假的 不仅人是假的 就连背景也是假的 这时 小凡被人发现了 因为他的鞋子没有换 于是小凡又开始疯狂逃窜 经过一番追逐后 小凡被逼到了一个死胡同 看到前面无路可走了 小凡非常着急 忍不住 撞了旁边的墙体 结果发现 这墙是转的 直接被撞开了一个口子 从墙布里钻出来后 小凡就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和另外一个小凡 没错 这个小凡就是客农人小凡 因为客农人小凡表现非常棒 父母准备接小凡回家了 小凡见状 想要过去告诉父母 自己才是真的小凡 然而下一秒 工作人员冲过来 将小凡给抓走了 父母将客农人小凡 接回家后 记者就上门采访了他们 记者问小凡父母 听说你们为了上这个节目 一共花了三十万 你们觉得值吗 小凡母亲笑着回答 当然值 小凡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现在可听话了 你看看 她现在正在给我们做午饭呢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小悠漫画 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